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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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今天是我生日 我要來推薦一間我平常很喜歡吃的一間蛋糕店 就是這間 我想買黃金檸檬蛋糕跟這個鮮奶玉璃蛋糕 這一間它的蛋糕比較沒有那麼多鮮奶油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爽口 所以我就很喜歡吃它的蛋糕 買到了 帶回家吃 打開之後長這樣子 這個是玉米蛋糕這個是檸檬蛋糕 檸檬蛋糕上面都是擠花的樣子 感覺是檸檬巧克力加上檸檬糖霜 它這邊也都有檸檬糖霜 它的玉米蛋糕有雙層 它這玉米蛋糕有一點重耶 這是我第一次買玉米蛋糕 我平常都是買檸檬蛋糕居多 來切了它 登登登登 你叫它先從哪裡開始吃 玉米 玉米 好 我們先吃玉米 它這個玉米做得還蠻漂亮的耶 撒上一層糖粉 看起來就整個質感大提升 有一種樸實無華的蛋糕 但是充滿期待的感覺 玉米泥 奶香蠻夠的耶 這個糖粉撒上去不會太甜 然後玉米的部分 我覺得蠻偏奶香味的 感覺它的牛奶加了蠻多的 入口之後它的玉米中的玉米塊 會很有嚼勁的感覺 然後其它的玉米泥 玉米泥 就是它會綿綿滑滑的樣子 好吃 整體吃起來蠻濕潤的 一大口 好吃 接下來換到這個 檸檬蛋糕 我以為兩個會太多耶 結果看起來好像 不會太多 一下就沒了 它的玉米 我覺得真的蠻好吃的耶 就是口齒會流香 擦蛋糕的方法很酷 這樣 擦進去 然後 它切開的麵長這樣子 這個切起來比較Q彈一點點 那種斷斷斷的感覺 試一口 好香喔 很熟悉的味道 就是我覺得它的這個檸檬香氣很夠 然後也不會太甜 QQ的蛋糕體口感之中 又帶一點這樣脆脆的巧克力 讚 讓你吃起來很爽口 沒有負擔的感覺 甚至蛋糕不僅要吃得健康 也要吃得瘦 瘦很重要減肥好難 但是 吃這個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罪惡感 比起切奶油的蛋糕 雖然切奶油蛋糕也是好吃 但是這個比較清爽 然後膏體也是偏 濕潤型的 嗯 好吃 它的膏體 就是一般的戚風蛋糕 然後上面淋上了很多很多的 檸檬糖霜跟檸檬巧克力醬做搭配 不會太甜也不會太膩 果然是吃不膩蛋糕 嗯 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到此 就告一段落囉 喜歡清爽的 然後不膩口的 你可以選擇 檸檬蛋糕 如果你喜歡奶味偏濃 然後有一點黏黏濕潤的口感的話 歡迎你選擇 玉泥蛋糕 我們 到這裡囉 謝謝你來看我的影片 噗噗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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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